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反彈,成交縮,架後,見真章 在未講今日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反彈了240點,收報23476點 成交就不活躍了,1000億都不夠,只有933億 所以今天的題目是反彈成交縮 明天,就是9月份,重要的 這是一個季度的期指結算日,期指期權 在明天結算,星期三是季度結算 就是9月最後一個假日 接著那兩天,就沒事 接著就要等長假後才見到 究竟市場會如何發展,向上還是向下 其實假後可能還要等多一兩天 因為內地是長假期的 所以可能不是下星期一就會立即見到 都要等一些時間 短期來看,沽了很多下來之後 有些技術性反彈 為什麼叫它做技術性反彈呢? 因為今天的成交不算很活躍 1000億都不夠 抽上來的很多都是因為 我估計是淡有平倉 快要長假期,也都收夠醜了 今天兩大焦點來反彈的 第一個就是匯豐系,拉動其他銀行股 另外一個當然是恆大系 拉動恆大其他股份 還有內地有些股份都做得好 整體來看,今天這個是一個反彈市 不過還有一個焦點 就是美國也都在上星期五出現了一個 比較強勁少少的反彈 拉動到科技股向好 那這個反而我覺得是值得大家更加值得留意的 但是無論如何先說了 大家關心的匯豐、恆大 先看恆新指數 恆大跌到九月二十五日最低 是兩萬三千一百二十四點 二三一二四 同這裏呢 五月二十九號這個上升裂口底部 即是五月二十九號的高位 二三零八九號接近 你拉條線在這裏 這個補了這個 差不多補了 這個上升裂口 然後有些技術性反彈 如果真的反彈呢 技術上也都有兩級阻力 即是短線來看 第一個是六月十五號的低位 那這個是二三六八四 但是我猜呢 因為跌得這麼急 有機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小小的反彈 可以能上升到兩萬四 兩萬四千一都未頂的 因為這一個 就是有人說是頭堅頂下 那如果真的的話 這個期盛後抽到兩萬四 兩萬四千一都有可能的 即是介乎二三六到二四一之間 那這個反彈完之後 還要小心究竟會不會再下 如果再下跌的話 又跌穿兩萬三千零八十六點 即是回補了這個升裂口 又收到旗下 大家就知道 即是很濕製了 如果反彈上去 站得穩 我說如果 那我自己傾向性是什麽呢 我自己傾向性 我當然是想去想 但我覺得沒有那麼快 我的傾向性就是 在這個兩萬三千一到兩萬四千一之間 爭辭 還恨 一段時間 十月之後 其實是 在近美國大選之前 美股會不會做好 我自己的判斷有機會 而內地在十月份 可能是有些政治會議開的 那時候也有個好的氣氛 有機會做好 希望他抽上去 這個是後話 即是我自己希望 是搜得到 這個二三一 然後上去高一點點 好了 那看回今天 匯豐那個 匯豐呢 今天 是因為平保 購淡 平保呢 其實平均價是多少呢 是七十幾元買的 他的平均價 那現在跌到下去 二十八個三的時候 去再買 再溝一點點 唉 即是七十幾元買的 那些輸了六成 那現在 有一個所謂的利好消息 這個利好消息 就是因為有個股東溝淡 那你可以說 他買得 都應該是低位 夠便宜的位 我相信是的 但是這個位 是便宜 是現在來看 再過一段時間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便宜 所以 第二呢 我覺得有反彈的話 如果你真是持有的話 都是 最近都是這樣說的 反彈 就後膏沽出 你不沽了 都沽部分 換馬去一些 有增長 有前景的股份那裏 這隻又不派息 一個字 只有一個便宜 就是說 跌得殘 其實是 不是真的便宜 是殘 你說APE很低 都是的 但是又不派息 今年至少沒有 是吧 又 又 你知道 美國又說 他不妥 他 內地又說 可能將他列入這個 就是負面 實體負面清單那裏 那裏 平保買完之後 市場唯一一個 最大的解釋 可能就是說 平保買得 應該問過了 收到封 應該不會將他列入 那個實體負面清單那裏 從這個 平保這個動作 判斷 是的 不過世事難料 即是如果中美兩個 真是開拖的時候 夾住在中間 真是說知道你是平保 還是匯豐 還是什麼 大家知道 孟晚舟事件 那樣 所以如果真是 如果兩個開拖的話 我覺得他都是受累 那現在就算他有反彈 又反彈得多少 第一級32 第二級36 說完 32是之前這個低位 36在這裏 那之前這個 8月反彈上來 36 那這裏其實本來 跌下來都是36左右 支持 所以32是36的 即是不會反彈很多 那好了 匯豐反彈 其實恆新今天都反彈 另外一隻 交通銀行 因為都是跟匯豐系的股份 也是反彈 那這些 內銀股裏面 這陣子都是弱的 現在這個反彈上來 大概都是4元左右 大概都是4元左右 那短期其實 金融股呢 基本上 就是銀行 銀行股 是沒有什麼運行的 非銀的金融股呢 最好的當然是港交所 即非銀行類的 金融股就是港交所 有邦其實都還在高位 其實銀行股 暫時真的有反彈 要考慮減持的 不要貪便宜 至少不是這一刻 這些 跌到這樣 你說很便宜很便宜 可能它有些反彈 但可能都要很久很久時間 才可以真的走出困境 好 那 除了匯豐系 今天出現有反彈之外 另外一個是 又反彈得更厲害的 就是恆大系 恆大 大家知道 上個星期五 就被人說去財困 又澄清 又說安排的恆大汽車上市 又說怎樣怎樣怎樣 即是適宜 它說了其實它上市以來 即是萬多宗 即是那些曾經的貸款 都沒有一宗是持還利息的 即是怎麼會是有事呢 這個解釋 的確令市場是比較接受 亦都有幾間大孔出來 就說 不相信它有事 所以今天 一個強勁的反彈 反彈了兩成 哇 真的這樣 那幅度當然很厲害 但你對比它跌下來 這個幅度 都不算多 現在反彈下來 又是看兩級 不過我猜第一級都應該差不多 即是9月15號高位 大概17.88 即是18元左右 另外一級就是20 即是18.20 這兩級的反彈位 這樣 是要站在20元之上 才真是為之 叫做回穩的 否則的話 現在都是你 即是大概 跌下來這個低位13 反彈去18 按上下 這裡浮沉一下浮沉一下 恆大汽車也都反彈兩成 因為它說會在內地A股上市 那兩成上來 那這隻又反彈到多少呢 24到大概是29左右 即是這個區域 為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頭肩頂形態來的 現在當它是一個後秋式反彈 要站回去多少呢 看到這裡有一個橫行區 這裏橫行區頂部大概是29元 要站在29元之上 真的才是為之好 再說一次 剛剛說24到29 就是這個 29元是這個橫行區 這裏 這一堆日子橫行區的頂部 站回去29元才回穩 暫時來說 可能有一個技術性反彈 那恆大汽反彈呢 就因為上個星期五 都拖累很多內房股賠跌 所以很多內房股都回穩 就是說 大家很害怕那些 暫時就沒有那麼害怕 畢竟現在還是金九銀十 就是在賣房子的高峰期 那大家在等什麼呢 應該等10月初 那些內房股公佈9月賣房子的數字 然後就知道 究竟內房股是不是真的有事 那如果你賣得去賣得好的話 那大家當然不怕的 就是沒有那麼害怕 是吧 因為賣得去嘛 每年9月是叫金九 就是9月是賣得最多樓的一個月份 來的 看一下那個數字是怎樣 10月銀十 金九銀十 10月份都是重要的 這兩個月的數字 那要到11月初 就是看起來 如果知道它沒有事 那當然不會 那當然不會 強行亂沽 畢竟那些內房股 其實都是只有幾倍PE 有很多派息都派得很好的 三四五六厘都有 那每一隻不同 那當然 那所以說 是不是這些傳聞 就一定會弄死它 呢?未必 不過 有這些傳聞出來的 當然也都有一些 投資者會戒心的 就會換馬去一些 沒有這些傳聞出來的 所以我就覺得不要貪便宜 好似恆大 你見得到 其實它不是上個禮拜五才下跌的 一路就這樣散開 就是說市場擔心它不是一天的事 那這些就不好 有很多內房股是高位 就是一路反覆上升的 或者高位那裡起碼都還行到 就是市場對它是比較樂觀的 那些就比較好些了 好了 那我剛才說過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今天港股有一彈 是因為上個禮拜五 美股彈得比較好 特別是什麼? 納子科技股那邊彈得好 那納子上個禮拜五彈了2點幾個百分比 你看得到 它其實由這個保護加通道頂 到保護加通道底之後 現在開始在那裡捉底 開始似乎捉底 今晚緊要 或者這兩晚緊要 為什麼呢? 你看到萬一這個位 萬一這個區 就是這幾天反彈上來 全部不穿萬一 今晚如果穿得到萬一 那它中軸呢 其實都是一萬一千 一二百點左右 近乎就是這個 九月十號的高位 是一一二九九就是一一三 這裏九月十五號的高位 一一二四四 先上 如果今晚先站在萬一樓上 收市 那就回到穩 如果上破到 一一三 即是站在九月十號之上收市 這樣呢 就真的擺脫了困局 所以這幾天重要 這個一個反彈了回來之後呢 帶動到今天那些本地的 重磅的那些科技股 做得好些的 特別有兩隻 是會準備分拆的 大家都知道的了 是阿里巴巴和京東 這兩隻股呢 特別大家可以留意 阿里巴巴 在這裡回了下來之後 暫時啊 暫時回穩的 那如果你真是短線去搏的話 今天又似乎呢 二百六十三個四 有少少回穩 如果去挖下去 二百六十元邊 最好 那你見得到 本來這個頂 這個頂 那你下到來呢 是支持來的 假跌破過一天 假跌破 上回去的 假跌破過一天 上回去呢 小柱可以試一試 那現在希望 譬如二百六十元 那邊買到的話 那你第一級 看二百七十三 那這個高位 很少了 這個高位 再跌上去二百八十左右 那再上去 就 9月2號高位 二九二 那 咦 不是很多 現在這陣子 這樣的市況 不要那麼大貪主 不要那麼大貪主 畢竟是不是這個跌完 都還是未知 這個只是小試牛刀 試一試它 再說一次 二百六十左右 駁它二百七十三 二百八十左右 然後再上去看 二百九十二三八這些位 OK 另外一隻 京東 京東呢 看到這裡有一個上升列口 八月二十和二十一號之間 這個上升列口呢 就在上個星期五呢 就被補回了 補回了之後 然後 今天 再上升 又是了 收二百九十 希望 可以在 二百八十八之下 這樣 或者二百八十五 更加好 不要那麼貪心 二百八十八之下 買到的話 那你先駁上來 看多少呢 9月15號高位 三百零四 三百零四 然後 這裡有一個 很大的下跌列口 頂是三二零 那你呢 就再看三二零 然後再看 這個9月二號高位 三三七 來一級級這樣 那你 那你止蝕 很短的 用二百八十元 就是這個 如果真的收在旗下 就走了 另外一個 如果可以 持久一點的 就用這個 271.6 就是前浪頂這個位 271.6 作為這個止蝕位 收在旗下就走 記住這兩隻 現在都是小線牛刀 不要說這麼大貪注 因為市 是不是穩呢 都還未知 但是美股 那個科技股指數 有少少回穩的跡象 而這兩隻股 本身呢 有一個利好消息 就是阿里巴巴會分叉 京東會分叉 好消息 去支持它 所以見到回穩 可以小鑄 小線牛刀 這樣 相信大家清楚了 好了 總結而言 港股應該都要等 長假後才見真章 現在目前估計 231到241之間 那裏浮沉沉 不下先 那價後見真章 那些銀行股 那些或者是 恆大系的反彈 我覺得反彈 應該就是 你博都不博得幾多 如果你有博的 就剛才講過的目標位 或者如果以前有 我看到銀行股 特別是 應該是後高 是沽一點 沽一點 換馬 可以考慮一下科技股 因為他們長遠有增長的 特別介紹 今天因為他們會有兩隻 會有分拆的 就是阿里巴巴和京東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